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可以说英语 所以那就是我没有做 我最近没有做那么多新的视频的原因 因为我喜欢做视频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做写字幕真的很麻烦 可是我知道你们可能想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我最近虽然有点麻烦 我还会上传这个视频 对 我这个学期我在哈公大学汉语 然后我从下个月末 下个月末我会开始我在眼边的读研究 我觉得我已经告诉你了 可是我的研究就是关于朝鲜族 怎么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民族身份 所以我会用一些数量的研究方式来举行我的研究 我还有我也想 我希望我能进行五十个采访 可是我知道做采访在中国可能有点难 所以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需要改变我的 我进去 对不起 在外面风太大了 进去场市吧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项目是我的讲学心的一个部分 可是不是我的讲学心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就是为了提高我的汉语水平 然后我在演变的时候我可以用汉语来举行我的研究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在海洛工大 可是我很期待开始我真的项目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海洛工大我有很多好的朋友 我在这里的经历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有一点认为我是去了我的方向 我觉得我最喜欢学习的话题就是北朝鲜和中产关系 可是我在这里之后大部分的我的研究就是 关于中国和中国历史中国语言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不好的 可是这不是我原来来东北做研究的原因 所以我很期待开始我真正的想我 所以我已经拍了一个关于我在海洛工大的日常生活的视频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告诉我你想看哪一个方面 吃饭或者上课什么都可以 可是我已经拍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你们可以 我觉得这个星期四我会上船 上船 对 所以谢谢你们看到这儿 我现在需要吃饭 所以我现在要离开 可是如果你们有问题 或者你想告诉我你想未来看什么样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发给我给我发电邮件 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你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 所以谢谢大家 哦 别忘了 别忘记在Instagram也可以关注我 叫Sara Soul Search 跟我的YouTube的 YouTube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得到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我更快 谢谢大家 陈工 我 嗯 帮你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